在本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少女 Janica不是吸毒人士 也沒有接觸過毒品 不過她的小數族裔蓬佩當中 十個有三個都曾經吸毒 除了好奇心 其中一個主因是容易接觸毒品 他們做得比中國人更普遍 我認為是很容易接觸到 在沖沖沖沖延 我曾經經過那裡 我曾經經過很多次提供毒品 似乎是十分接觸 有團體聯同本地大學 進行為期年半的青年濫藥調查 總共訪問了1,200個13至18歲 本地講華語、英語和少數族裔三組青少年 發現少數族裔屬於濫藥高危一族 300人當中 六成受訪人雖然不認識毒品 但近兩成人說不介意嘗試吸食 負責調查的團體認為問題不可忽視 除了加強在學校宣傳禁毒意識 又建議應該邀請不同種族 包括少數族裔人士加入禁毒活動 因為他們會覺得同聲同氣 效果會是半公倍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振元報導